很多家長都打電話到 兒童主牌問 我們已過是沒有這種現象的 所以我們會進一步 這是給父母的 這個是給兒童的 兒童手冊 什麼叫兒童牌 父母不清楚 也不放心 但是孩子拿了這一本 父母一看 就一定會非常放心的 我們他們做很多的措施 醉的就是為了要培育我們的下一代 所以說為了照會生活 培育下一代 弟兄姊妹 所以剛剛說青少年可以成親 兒童就要該成親 青少年本來就該成親 成親是我們生活的一款 我們清早起來就該清淨主 是可以成親的 不是想睡到極點就睡到自然醒 實在是太陽升起來就該起來 弟兄姊妹請拿著教育的頭板 今天因為前面時間有一點迪累 我們也不需要被迪累 也會壓縮到大家聲眼的時間 這個對不起 請拿開周遜頭板 就是昨天有特會 本來是這次社青的特會 但是後來全台都是一樣 擴大為全教會的特會 因為這個負擔不只是針對社青而已 實在是針對了全教會 我們一同來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昨天交通來交通去 就提到很重要很重要的 就你主啊 得走我的家 成為神的家 為著神家的建造 好美 對不對 那這裡 我這一周就花一點時間 弟兄妹要我寫一篇 那我就 這個 這個我們就來 這樣好不好 這個標題跟護標題讀 那其他的又兩個 或者這個 一排一排起來讀一下 我就稍微說一下 這樣時間比較不會 不會用那麼多時間 我們一同把標題讀一遍 好不好 主 做我的家 成為神的家 為著神家的建造 好弟兄們一遍 主 做我的家 成為神的家 為著神家的建造 弟兄姊妹們 主 主 得走我們的家 主 為神的家 為著神的建造 弟兄姊妹 我們都是在座 當然還有福音朋友 但是都準備受盡了 我們都是神家的一員 這裡神的心意啊 不只叫我們得救而已 得走我們這個人 主 還要得走我們在地上的家 弟兄姊妹 這是非常關鍵的 等一下我們點出來 你就知道說 哎呀 我們在這一部分還需要 主給我們有這個啟示啊 啊 我們就需要珍貴 我們所珍惜 我們所看見的 然後有採取行動 有一些教會生活的實體 是配上去的 啊 就這佛福主的心意 我們的家 要成為神的家 弟兄姊妹 這個 昨天我奉勸 昨天裡面 我發現兩個現象 是比以往進步的 在弟兄的話語的啟示上 是進步的 啊 兄姊妹 以往就停留在一種的說法 我 我感覺 上一周一整個 整個 周二到周六 我們整個在中部相聊天 就泡入在這個 這個話語裡面 我覺得說 主啊 這個我們實在是需要看見 啊 我們所有蒙恩得救的人 都需要看見這一點 啊 沒有看見這一點 我們教會生活 還是 還是 停留在一種 某一種的情形裡面 我們 主的心意 並不是只有到這裡 還要在我們往前啊 啊 所以說到奉獻 兄姊妹 啊 啊 要來聽這個心情 我們要一個奉獻的心情啊 阿 這個沒有奉獻 人不奉獻啊 主就沒有路啊 阿 這個 不是 這個奉獻 不是人 人在這裡是一種的奉獻 信 是不是相同常開 是一種的奉獻 對 主啊 主你的話說到哪裡 我做不到 但我願意奉獻 阿 我儘管負責奉獻 主你負責來達成 阿 我怕我們今天來聽到這樣的話 我們是帶著這樣的心情 好不好啊 阿 主啊 人要奉獻啊 人不奉獻 主沒有路啊 阿 教會生活還會停留在很平淡的情形裡面 是 但主的幸運 不是只有停留在這裡 主要得走 我的家 神的家 神的家 弟兄姊妹 這說起來 說起來 可能字面大家都懂 但是那個含義啊 我們需要借著聖經的話 來向我們 來開啟 弟兄 我說弟兄的話 是進步的 第二個 昨天的奉獻也是進步的 昨天很 大部分上誼 大部分還是 已成家的弟兄姊妹 占相當多數啦 我們可惜啊 在座的很多都沒有去啦 弟兄姊妹 教會行動 我們當流星啊 要一同跟上去啊 阿妹 我們就會非常的可惜 阿妹 第二個 我昨天發現 發現有一群的奉獻啊 那些單身弟兄姊妹的奉獻 也是非常多的 阿妹 他們以往的奉獻 主啊 都奉獻我自己 他們竟然說主啊 我要奉獻我的家 我住在弟兄之家 弟兄之家 一起的弟兄 上去奉獻啊 阿妹 他們弟兄之家也是打開的 阿妹 不是為了他們弟兄們 弟兄們住在一起 他們周末 把同學帶來 一同住在弟兄之家 一同過 周末的相調的生活 他們就是把弟兄之家打開啊 早晨為他們一杯早餐 一同成心啊 這個弟兄之家 為朋友們打開 姊妹之家為朋友們打開 很多人說 主啊 我雖然還沒有得救 任我將來家 是向你打開的 阿妹 我聽到 這樣的奉獻 我們就何等的受制裂了 看見秦朝年 他們說 主啊 你要得著 你要得著我的家 成為神的家 那現在我們就來看 說說什麼事 得著我的家 成為神的家 兄姊妹 如果我們沒有看見這個 我們教會生活 還只有到一半而已啊 業主的啟示 的確是這個樣子 要成 要師父我的家 成為神的家 那第一點 第一通點 標題來讀一下 好不好 阿妹 國土是神經中的 因為他宗旨 就是神家的宗旨 好 底下弟兄姊妹 看一群一群起來對讀好嗎 先快一點 阿妹 好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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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就接着 在佛的里 神不再仅仅是个人的神 而是神的家 正团体的神 是圣经中的一类大种子 成家的种子 以色列变化各身的雅各 成本以色列的家是大神的家 以色列教 教是神的家 好 后面倒数一二三四 倒数第五行最后一个字一同读 好不好 佛特里是圣经中的一定大种子 神家的种子 当以色列变化各的雅各 反正为以色列家时 在神眼中 以色列家就是神的家 你看这里 创世里面从启示之一一例 弟兄姊妹 等一下 我们把这里稍微补充一下 创世记 弟兄姊妹 我们没有办法再提什么是雅各的梦 我们当作大家都已经知道 不知道回去再补课 创世记二十八章十到十二节 你回去看一看 这里说到雅各的梦 神渴望得着一个 得在地上得着一个家 弟兄姊妹 这里提到雅各 然后变化过的雅各 他这个本来是神 是成为是雅各的神 雅伯南以撒雅各的神 他是说到这位 他是个人的神而已 但是雅各经过变化 反正为以色列的时候 弟兄姊妹 这个家 这个以色列就成为神的家 这个也就是说雅各的家 成为以色列的家 也就是神的家 所以这个神家的种子 在创世记里面 就在那里 把了一个生命的种子在那里 所以我们帕弟兄姊妹 创世记的第一点 圣经的第一点 就已经 启示了这一点 神的我的家 要成为神的家 Amen 好第二点 神的家 臭屁 灰神的 灰神 灰神 灰神